111年秋季蓝展这个周末假期是在花园市中央路上的加封汽车展示中心登场 受到天后的影响 秋季蓝展的花比往年来得少 但也有70盆精致蓝花以及年度优胜的花种 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而展览期间还有蓝艺教学讲座以及蓝花艺麦的活动 欢迎喜欢蓝花的民众可以踊跃的前往欣赏 又到了秋天赏花季节受天后异常的影响 今年秋天的蓝花开的状况也很特别 但花莲县蓝艺协会仍是精选了70盆精美蓝花 要让喜欢蓝花的民众来欣赏 今年有点天气的问题 所以导致花的开的时间都不太正常 那所以有的花今年的花量算是比较少 那可是基本上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花也都有 那包括一些原种的啦 或是一些蝴蝶蓝秋石虎都有些蛮多特别的花 那有一些带有一些香味的 很欢迎大家来这里参观 而且我们有一些喜欢一些蓝艺的教学也都会有 那还有再加上我们有一些公司这边 Kia这边也帮我们准备了点心 那还有一些异卖的蓝花的活动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花的 那是一个好去处可以来这里走一走 今年秋季参展的蓝花也在专业评审评分之下 选出了优胜的花种 让大家可以看到相当特别的蓝花样貌 这颗花它是属于泼墨的品种 它比较特别就是它每一朵都有一样的花纹 这泼墨它这个不是我这个 这是因为做杂交的人他们的厉害 除了说它这个品种 可是这个品种如果做出来的品种 可能它的层数开到泼墨的层数 可能就是在一到两层而已 很少很少 它不是说每一批做出来 每一颗都是泼墨不一定 两颗是同样的品种 可是它的花纹是正反面 所以看完全不一样 红的在里面 这是同样的品种 111年秋季篮展11月5号6号 在中央路上的加峰汽车展示中心登场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前往欣赏优雅高贵的各式兰花 这里会幻视报道